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 4月13號凌晨一點鐘 那這個看官方說這個這一次這個感恩生日會活動 這個西武一劑這個花的這個東西啊出包了 然後我的第一層小號 這個星魔符小號我換了一個這個耀光的肥料 那因為我的光盾差一支所以我選擇了光盾 不然我怕我怕說到時候上神話 怎麼講三缺一喔就是因為要四支紅家才會升到神話 我很擔心就是說最後一支光盾一直不來 所以我第二層選擇的光盾 如果是這一次補償真如官方說會補償600賭花的話 那小號無課的小號可能可以走到第三階喔 那如果說走到第三層的話那我應該還是會選擇耀光的肥料 那今天來錄什麼呢就是來聊聊就是也不是聊聊就是 歸太久了然後這個永朝靈帝都還沒有推 然後我目前的這個硬件是這樣子 女妖上神話 已經21了 為什麼是21勒 因為20到21只需要10個紅磚五香 然後這個是光盾 然後羅萬 女僕 然後塔系這些差不多 所以這樣的配置打應該是輕輕鬆鬆才對 好 那因為聖光是怎麼講 光盾是最重要的嘛 所以說我希望說可以刷到就是 光盾的衣服吧 這個綠玉的角色目前就是推種毒塔那個烏龜嘛 但是主角應該是埃隆才對 我們刷刷看 看有沒有機會刷到這個耀光的這個這個 的這個板甲 這樣子這個物理減傷率就很有用了 或是這個這個鞋子 其實鞋子也不錯不然刷鞋子好了 好重鑄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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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刷 有沒有藥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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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光 這是給獅子用嗎 好再刷 登登登登登有 啊 是 我這個可以放棄喔 好我只剩最後一張 我要藥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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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好危險糟糕了 啊亡靈 好算了算了 起碼我還有獅子 好四個這個重鑄券都沒有辦法藥光 然後魅魔 我們一起找點蠟子吧 那這個 看一下 時光之天 永朝靈帝這個需要打兩次喔 我們就來實際上推一下吧 其實我忘的也是差不多了 第一條線是找老鼠 然後第二條線是找那個遊俠 那我們先找老鼠好了 好這個 然後烈焰祭壇 這邊有火就不能走了 所以我們就喚醒這個水衰 好然後這邊就可以走了 第一個箱子 75喔 哇那對生裝備很有用 然後我有說就是這個 打這個時光之天 第一步就是先把一些角色的能量給存滿 所以第一步我們先把蝴蝶的能量存滿 然後就放著 以防萬一使用 然後不要開自動 不要開自動 好 我看來我真的是歸太久 這一關應該是輕輕鬆鬆才對 應該啦應該啦 有時候 講太快了 然後馬上就 馬上就吐嘴 吸血 吸血還不錯 但是我現在目前角色只有一個女妖士打手 好吧 綠玉的速度提升吧 這樣塔西可能會快一點 塔西的能量快滿了 再一次就滿了 好這樣子吧 好看來放一次那個女妖的大招結果我不需要放兩次 然後後排的 不管怎麼樣就是有加攻擊都加攻擊 蝴蝶滿了再來就是累積魅魔的能量 然後魅魔滿了我就累積小羊或者是那個什麼 或者是那個 冰魔 但是冰魔一般玩家應該是不會有啦 所以我看我冰魔不要用好了 然後我如果要找老鼠的話應該先不要破壞這個 我們先走左邊吧 好繼續累積這個魅魔的能量 開一次大應該就可以解決了 一次大可以喔 羅萬傻錢傻的不漂亮 不過還好這邊都是初階的 每個出場的耀光英雄 然後這個防禦力提升有用 因為我有上三個耀光英雄 耀光三寶 看來我的女要開一次大就可以解決 然後我有那個後排的那個 爆擊攻擊力增加的那個那個那個神器喔 每個亡靈 大概也就這個選吧 4%好了4%就4% 再來保險的話 鳳凰嗎還是雙子 雙子好雙子好 開場的時候讓雙子放大招然後 全隊急速嗎 然後再快速開大 好耀光的受傷回能增加 光盾開大開不完 好看來這一關確實是歸太久了 感覺上 感覺上真的是輕輕鬆鬆的 好雙子也滿了 選擇亡靈的這一個 雙子也滿了接下來就選 小羊好了 有小羊在場的話應該會保險一點點 小羊我在等下一次迷宮上天再換一隻然後就可以上那個紅色的 增加攻擊力最實在 只需要開女妖跟那個 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光盾的光盾的大招就好 好然後提升防禦生命力 好會合 老鼠來了 然後再來就是他這樣點火 點火之後他就這樣紅全部都燒上來 所以接下來我就是先把這些敵人清一清 先把這些敵人清一清 等一下喔 等級跳到211 211還好 不過我們先從簡單的點打起好了 多拿幾個多拿幾個那個神器再推更安全 哇被那個死 被那個什麼古王的那個死亡願咒 死亡願咒的特性是他不會把人家咒到死 然後這個種族相克提升40% 等一下 這邊還有一個小怪 有小怪先打小怪 小羊補血不會很快喔 好然後 命中暴擊嗎 還是受到的生命回復效果提高 這個好了 因為女妖是法師 他不大需要命中 這一關比較難一點 可能需要開個兩次大吧 開兩次大OK 算了三次好了 好過關 紫色的遺物耶 這關也是有蠻多的遺物耶 那應該不會太難推啊 因為遺物很多的話基本上 就是保險分數比較高 這個希爾維娜去切 去切小羊 古王反傷有點危險 小羊死掉 小羊死掉的話 換個獅子 換個獅子好了 如果換獅子的話 希爾維娜就會去切 切羅萬了 我獅子好像 好像忘記給 給他裝 裝備東西了 不行不行 光盾死不行 換萊卡雷 開場加速 對面有一個骨弓 難怪覺得這個角色卡卡的 好可以嗎 好可以嗎 OK應該沒問題的 好 萊卡犧牲沒有關係喔 看一下 受到傷害-15%好了 好再來 再來是 這個敵人不能打死喔 因為打死的話火會連不上去 火會連不上去 如果記得沒錯的話需要靠這個敵人 如果你把他打死的話這邊就會有空缺火就燒不上去 所以 是要打惡魔嗎 看一下 單隻惡魔可以控嗎 全隊全隊都開 噴大招 敵人只有一隻 我羅萬應該放上面的 這樣子 羅萬丟大招才可以 才可以暈到他 看來輕輕鬆鬆喔 好 不要開大 果然這惡魔無限重生 喬我找到了什麼一個不如放把火 哇 燒起來燒起來 然後小黑走掉 所以這條路已經被封死後就過不去了 既然過去的話 這邊燒起來了 這邊都塞起來之後又要回去找水衰了 這邊可以燒嗎 這邊可以燒嗎 我有點忘記了 因為這條路已經通了 所以 所以說 我看看 反正這邊路通了 我也可以從上面繞過來都一樣 算是 還是不要燒好了 有點忘記 我剛剛還是按到了嗎 OK 我先把水熄滅 還好我已經先讓老鼠燒掉那邊 其實其實不應該碰的 不過還好我們先往左邊走 沒有連續把那兩個地方 燒掉 所以說基本上左邊 左邊這個寶箱還是可以領到 右邊就沒有辦法 右邊這個傳送證沒有開 所以說這個要下 下一次才能獲得 那就繼續打敵人吧 先聊一下 那個官方這次出包 就是被人家找到bug 可是通常用bug的時候 最好還是低調一點 因為這個 大概大部分都 都知道那個官方他都會回溯 然後小冰冰傳 其實每一款遊戲 或多或少 都會碰到這樣的狀況 然後一般玩家 碰到這樣的狀況 就是等補償 然後原先是補償90朵花 90朵花已經領到了 然後現在變成是 領什麼 額 領600朵花 600朵花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玩家也不會太抱怨 然後起碼有回溯 然後這邊應該都沒有什麼問題喔 如果是下一輪要打右邊的話也是一樣 就是左邊的敵人都還是要清一下 不然那個右邊的那個魔王是那個什麼 我記得好像是光盾跟那個阿塔利亞吧 所以你還是要拿多一點遺物再去拚喔 好這個6秒加速不錯 215 215還OK啦 我已經拿很多遺物應該沒什麼問題 有開場加速等同於是我有那個萊卡在 在對上 哇糟糕 讓那個誰 讓那個尾彈開大 尾彈開大真的是 真的是麻煩 但是我的傷害力 可能還不夠把尾彈噴到死 我的螺旺可能要擺上去 畢竟我的骨弓只有紫家 紫家果然還是不行 尾彈還是太大了 不要碰我的骨弓 不要碰我的骨弓 哇骨弓還是死掉 算了 那就選個孫悟空好了 對耶我可以選擇孫悟空 孫悟空 自保能力還不錯 可是我好像把他裝備脫光光了 糟糕 沒關係他只要放大之後稍微支援一下 分擔一下傷害就好 收空開大幫忙分擔一下傷害就可以了 你不用當打手 你只要幫大家分擔一下傷害就好 這蝴蝶飛來飛去 好過關 暴擊傷害加60%非常有用 上面還有一個寶箱 上面還有一個寶箱 這等級是多少 214 214可以 剛看成241 241就跳太多了 這個暴擊傷害加60% 你看差那麼多 攻擊 攻擊整個大暴增 這個遺物不好 也沒有刷到冰火之劍 也沒有日月之石 好沒關係 反正這個左側的這個敵人不會太難 每一隻都要清乾淨 每一個敵人都要清乾淨 每一個遺物都要拿到 開個兩次大夠了 這個能量很健康 受傷回能 還是暴擊勒 受傷回能好了 這樣才可以 這樣才可以一直開大 孫悟空能量滿了 應該可以讓他去休息了 畢竟孫悟空也是一個算是保險的角色 什麼遺物 也不是很好的遺物 還有趴趴熊的 真尷尬 按錯了 沒有要用老鷹喔 好吧上了就上了 沒關係 我還是喜歡上骨弓 加暴擊率非常好 最後一個 這個王最後一個打 先把這邊清乾淨 然後上 上骨弓吧 盡情開大 然後再開大 噴光光 還有沒有提升攻擊力的遺物啊 怎麼全部都是趴趴熊啊 我已經刷到幾次趴趴熊了 速戰速決 OK暴擊傷害增加這個非常非常有感 有攻擊力了吧 怎麼都跟攻擊力沒有關係 也沒有冰火之劍 也沒有那個日月之死 好暈一下那個尾彈 讓他沒有辦法變細血蝙蝠 好再抽 喔 終於有一個日之石了 可以慢慢恢復能量 然後再欠一個月之死 月之死 月之死 好 兩次大招夠了 把那個自動關起來 大家省一下能量 好 不怎麼樣 所以還好 這一次是走左邊 這一次遺物抽的不怎麼樣 每次擊敗敵方英雄時 可是我已經要打王了 王是不是有兩隻 有點忘記了 算了還是選 選綠也好 啊 王有兩隻 一個是希爾維納 一個是埃茲 打王的話上一下蝴蝶好了 開場定得住嗎 欸 定得住喔 欸 埃茲被放逐了 喔 碎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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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再定 好 很好 很好 再把埃茲放逐掉吧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 欸 瞬間 瞬間我的那個 我的那個什麼 我的那個女僕就被秒掉了 好 不用復活沒有關係喔 這隻埃茲會被控 所以我的蘿望應該擺到上面去才對 可是我怕傷害量不夠 這樣傷害量可能不夠 最好女僕不要死 因為女僕是還蠻厲害的打手 而且女僕死掉之後 然後 這個 欸 那個什麼 死亡一隻嗎 不是死亡一隻喔 是謝維納切過去之後直接把 直接把蘿望切死是不是 好暈一下 看來還是有 有一些概率要賭一下 不然可能會超死喔 如果說我剛剛女僕死掉之後 我的那個女妖就不能一直開大 然後女僕本身也算是 也算是一個打手這樣子 就算全隊都在喔 還不一定打得贏 45秒夠不夠 埃茲的血還有一半喔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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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剛剛如果說女僕死掉的狀況的話還是重來吧 而且我已經是歸很久了 我的女妖已經歸到200級 然後專武都已經 開到20了 因為那個女妖的那個專武特性是敵人越少攻擊越強 單隻的話傷害也提升了不少 然後打這個埃茲魔也是 時間也是非常非常的 怎麼講 驚險 好過關 還有寶箱喔 我這一次刷的寶箱真的不好 但是 拿到什麼 紅色的 紅色的帳 好第一輪就結束 看看是不是就只剩一個大寶箱 沒錯 好第一輪就結束了 結束冒險 然後下一關就開了 看看這個帳要給誰 給羅萬嗎 也只有羅萬是 看一下 不是給塔西啦 是給羅萬 然後升個1級就好 女妖的話 我們先都升到4星就好 升一下 不好意思 升一下 升個2級好了 升個2級好了 OK 然後我剛剛還有上什麼上孫悟空 然後 火鳥沒上 再看一下裝備喔 女僕是神王之眼 然後我們再來打第二輪吧 我還剩10分鐘的這個影片喔 來不及錄 所以可能會要把剪輯起來 好再開啟冒險 應該還是可以點老鼠我看一下喔 好第一步還是一樣 燒起來 然後 熄滅 然後繼續 一關一關打 還是一樣 先累積蝴蝶的能量 我想一想喔 我先不要錄這邊好了 我直接我直接錄打到後面的片段 然後 然後撿起來好了 還是 這樣直接錄下去 算了還是全部錄好了 這三個都不錯耶 可是我覺得暴擊傷害更實在 因為有了剛剛打愛茲的經驗 所以說 怕那個傷害力不夠 反正就是 推的話我遺物都會先選擇有加攻擊力的為主 那剛剛那一輪其實拿得不是很好 看看這一輪拿得如何 蝴蝶累積過能量了 應該要換一下 現在影片的時間是26分 26分 都選擇加攻擊力 哇 那就生命力越低 然後傷害越高 重來好了 累積一下別人的能量 累積魅魔 這個小號大概是玩了差不多 應該有兩個月了吧 兩個月的時間 選擇加暴擊率的 因為剛剛小寶先我們拿 所以 這一次要推右邊的這個任務就是 不斷的打怪 把所有場上可以刷到的遺物 全部都拿到 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OK 開場加速6秒很有用 好打快打快打快 怎麼樣都要錄兩段 因為我的手機會自動斷掉 亡靈的這個OK 因為我的主公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女妖 好 魅魔的能量也滿了 再來要存誰勒 再來存 存收穫空好了 看來開一次大就可以解決這個 200級的敵人 然後耀光帝國 OK 開大 看一下 力量還是全隊防禦力增加好了 我想想好像是不要跟他講話吧 是不是 是不要跟他講話嗎 然後就一路打完之後再去跟小黑講話嗎 我看看喔 如果我現在點火的話我就會把老鼠燒死 那我還可以走這邊打怪嗎 可以 所以我就去燒老鼠喔 好 燒 老鼠跑掉了 那我等一下就可以去找那個小黑開那個魔法陣 但是燒掉之後我要不斷的打小怪喔 打到場上都沒有小怪之後我再去找上面的那個營地 所以現在就是不斷的打小怪這樣子 吸血 這是對攻擊角色比較有用 閃避好了 因為我去打打王的時候我應該會把能量存滿 所以開場加60點能量這個遺物來講 對我來說其實幫助不大 我有些危險喔 算是說空開一下好了 安全第一喔 反正那個戰鬥有很多場 再打其他關再慢慢存能量就好 女騎喔 好 開大 剛剛影片斷掉了 然後從這個地方再把他接起來 看一下 好 開打 好 開兩次大差不多了 連斯克雷哥都撐不住 哇 孫悟空死掉了 孫悟空死掉的話 上小羊好了 好 再開大 OK 好 全員都過關 都沒死 加攻擊力的遺物 懸 好 再繼續打 慢慢打 收集遺物 然後等一下去挑戰那個 阿塔利亞 阿塔利亞跟那個光盾 最近玩了幾款遊戲喔 除了這個迪士尼的那個魔法師經濟場 覺得比較累之外 其他都還不錯 像那個逸城餘生啊 我覺得 我覺得玩起來真的算是蠻好玩的 被那個什麼 是被克萊索斯打死嗎 我看全隊開一下大好了 因為那個小羊的那個補血 他溢出來的補血量 可以轉為那個護盾 所以有小羊 有光盾的話 算是雙保險 就會有那個小羊 滿出來的血變成護盾 再加上光盾本身的護盾 有這個中毒的遺物 不知道對魔王有沒有效 像這個中毒的遺物啊 那就是 打那個什麼異界迷宮的哥布林 也會有效果 小羊被那個蝦尾納 快要切死 糟糕 這關危險 危險的話 上蝴蝶控一下 好 開場就定一下 連蝦尾納的那個切人 都被那個蝴蝶給打斷 好有了蝴蝶之後 整個過關就順很多了 然後就 小心小心他反傷 OK還撐得住 然後蝴蝶能量也滿了 這三個都不錯喔 火之劍來了 看有沒有機會抽到冰之劍 火箭來了 火箭來了 日月之石 冰之線 都拿到就 就沒有問題了 但是不需要這一關 有那麼多遺物 我覺得應該是不需要吧 除非等級比較低啦 我是歸比較久了 還是沒抽到 抽到這個防禦力的 所以他的這個紫色的遺物的那個敵人 不算少 只可惜說 到底會出什麼紫色遺物還是要打完才知道 日之石來囉 恢復能量的日之石來了 所以冰火之劍我欠一個 然後日月之石欠一個 重哪一個都好 重哪一個都好 當然我覺得冰火之劍 會比日月之石來得實用 好吧沒辦法 然後再來是 這幾隻敵人 好開大 剛剛那個是種族相克加60% 那我等一下打光盾的話 女妖打光盾應該會 那個傷害應該會很可觀 然後再來就只要反哪 阿塔利亞就好了 可是阿塔利亞應該是控得住啦 然後後排增加這個傷害 然後我的那個女妖跟女僕都是站在後排 然後連續兩個大 連續兩個大 好結束 太好了冰之劍 冰火之劍都拿到了 應該沒問題了吧 冰火之劍很強 本來斯克雷格打不死 我現在拿到冰火之劍之後 那個斯克雷格很快就死掉 因為他會去吸收敵人的那個攻擊防禦力 暴擊傷害加60% 這個讚 這次應該是可以輕鬆過關了吧 我又有暴擊傷害又有冰火之劍 你看本來我需要噴兩次的 現在噴一次就可以解決了 好極方英雄死亡 這個復仇神效好 這是打王的神器 這樣子我的角色死一死之後 可能你要變成一個 這個超猛的存在 極方勝於生命月底 好這個好了 然後再回來找遊俠 這邊還有敵人可以打 太好了 走這邊吧 那這隻惡魔是讓你回能用的 他會一直復活 先確認一下 好這邊都沒敵人了 這邊的小怪應該是一個大招就解決 超過癮 很舒壓喔 然後 戰鬥結束補血 然後這關用一個溫泉 橙色這個實在是沒有意義喔 那只要選綠衣啦 起碼等一下上蝴蝶還有用 有沒有加攻擊的 這個加防禦生命 大概攻擊的都已經被我拿完了 所以只剩下一些就是沒有什麼幫助的遺物 受傷回能 已經沒東西選了 好 超級強 受到傷害-10% 然後我們跟小黑會合吧 好他找到這個傳送陣了 然後這個敵人還是不能放過 還是要清 清乾淨清乾淨 也是一個紫色的遺物怎麼能不拿呢 也許我就拿到了這個日月之石啊 一直都不能放過 蛋蛋好 這樣我就可以那個連續放兩次大 好這邊最後最後三關 就打王了 不知道王好不好打 他會去切 麻煩上蝴蝶好了 反正我有遺物 所以說我的能量會回得很快 好 然後讓蝴蝶再存個兩關 應該應該應該是夠應該是夠 日月之石都來了 日月之石冰火之劍 好上天下地為我獨尊了 好沒問題喔 OK 蝴蝶能量也是快速回滿 這是怎樣 都已經快結束了 好了這光法好了 只有兩隻敵人 女要的那一招沒有什麼用 需不需要什麼配置呢 應該不用吧 我有冰火之劍 日月之石 暈得住 暈得住阿塔利亞嗎 阿塔利亞不見了 是被放逐了嗎 超級強的超級強的 好 大隻的大隻的那個那個那個光盾完全抵不過這個蝴蝶加上女妖的摧殘 好 結束 過關 好確認一下 好都拿到了 再來就是浩劫之地了 好所以這個永朝靈帝呀這個沒有什麼營養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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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關紀錄就到這邊 因為我是歸很久 因為這個先鋒服 我想說就是玩輕鬆一點 然後這一次這個西谷遺跡官方出這個Bug 我第二層 我第一層拿了一個這個40曜光的肥料 然後第二層我拿了一個盧修斯 這樣子我就可以 上神話 那如果說還有第三層的話 我還是會選曜光的肥料 因為曜光三寶 前期欠曜光肥料欠很多 然後拿到這個10抽就直接來抽吧 抽吧 好不意外喔 再10個可以到 就會有20個這個銀專物 不是很需要 進化一下有沒有什麼肥料啊 角色可以用的嗎 這邊可以上一個紫 紫家 我目前還是打算先讓獅子白 可是獅子不好收集喔 只有一隻 反正新手的目標就是上500嘛 5隻角色上白 然後拉到全隊240幾 這個是基本的 OK 那這個 時光之巔 這個永朝靈帝就這樣子喔 其實不需要 歸到我 我這麼後面才推喔 然後我還欠什麼 我還欠這個星界迷震喔 因為星界迷震那個上次打王打人失敗 這個歸9點再推 因為這個 威夷之戒 威夷之戒 怎麼講 以這個優先度來講 他的效用沒有其他神器那麼好用喔 來看一下 浩劫之地的話是一雙鞋子 好所以說大概是這個樣子喔 OK好 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影片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